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YouMobile为你呈现 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我是庄文杰 来看今晚热报 讽刺慕尤丁领导的是失败政府 副首相阿摩扎西促请国盟好好向行动党学习 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评价褒贬不一 团结政府新内阁挑战重重 首相安华面对什么内忧外患呢 被称作是刘特佐2.0版本的NBI金钱游戏创办人张玉发 因为涉及金融诈骗等多项罪行 被国际刑警列入红色通缉名单 今年7月份在泰国落网 那么当时除了我国警方向泰国提出申请 要求将张玉发引渡回国受审 也有不少受害者的中国也争取要引渡他 结果让张玉发的引渡情绪被拖延 那么今天泰国警方证实将会把张玉发引渡到中国受审 那为什么是去中国而不是回来大马呢 泰国警方解释 他们的确接获我国和中国对张玉发的引渡申请 但由于我国警方并没有对张玉发发出逮捕令 因此泰国当局最后同意中国的引渡申请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今年55岁的大马商人张玉发被指通过各种业务欺骗中国投资者 被骗的人多达200万设计金额高达5000亿人民币 泰国警方表示经过超过一个月的努力 当局已经向总检察长提出申请 一旦手续完成张玉发将会在这个月底前引渡到中国受审 前首相那集又病了 前封报引述消息指那集因为胃溃养病发 再次被送到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这是那集继9月之后第二次因为胃溃养问题被送院治疗 这一次那集会被拘留在病房到什么时候 消息人士指这需要取决于医务人员的建议 随着安华的内阁名单出炉 内政部长塞福丁今天在面子书发文透度 因为预料不会有阵营能够单独执政 其实早在大选之前他就协助安华部署接触各党领袖 而不是像外界以为的那样 西蒙是在大选结束之后才开始商讨组织联合政府 他也上载了一组自己和各党领袖会面的照片 包括梧桐主席阿摩扎西 GPS老大阿邦索哈里等等 暂时打住我们来看今天的晚间头条 光华塞福丁爆料暂有先见 安华选前已讨论组政府 新州陈国伟说扎西任富奎遗憾中忍让 扎西说国家利益至上慕有丁应学习活践 中国报慕有定说慕有定练权违抗王室 形容党固权大局 光明塞福丁街西萌盟组政府背后过程 一切从大选前开始 尽管新内阁名单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依然有一些对首相安华排兵布阵的人 觉得有点不满意 认为安华不应该让涉及多项法庭案件的 国政主席阿姆扎西担任副首相 那么针对外界的质疑声浪 一向就是力挺 一向力挺扎西的巫统总秘书阿姆马斯兰 随即出面为党老大护航 他表示委任阿姆扎西成为副首相 并不是基于政治利益考量 而是因为扎西是国政的老大 因此由他来担任副首相才是最适合的 同时他也直言任何的内阁都会受到批评 但是如果把副首相一直交给党主席以外的人来出任的话 这会让新政府动摇 因此国政才会决定按照党内的权力排位 让党老大扎西出任副首相 来确保新政府更加稳定 不过反对党对于扎西担任副首相这件事 就好像是捡到了墙 马上火力全开 其中一党副主席穆哈默阿玛就以维护国家形象 让外资对我国更有信心为理由认为 安华不应该委任官司缠身的人入阁 或是出任部长 因为这样不只会有损我国的形象 也已经招来国际媒体的负面评价 一党副主席穆哈默阿玛 昨天在沙巴先本纳出席活动后向媒体坦言 自己对新内阁名单感到非常失望 他认为无论官职大小 有官司在身的领袖 应该先在法庭证明清白之后才入阁当官 另外在大选中 从巫统转投国盟并重选的沙西弹 今天也对败选的领袖入阁当官 但胜选的人却被冷落打抱不平 派呼吁不被安华信任和中用的巫统和火箭议员 可以选择投入国盟的怀抱 除了穆哈默阿玛和沙西弹 伊党主席哈迪阿玛也在面子书上调侃 由于首相安华是在缺乏绝对多数支持的情况之下执政 而且还委任盗贼来出任部长职位 因此新政府势必非常脆弱 如今新内阁阵容让反对党找到了向政府开火的理由 国盟主席穆尤丁甚至形容 首相安华领导的内阁将会是我国史上最让人失望的内阁 对于这番言论 国政主席扎西在成为副首相之后 马上为安华护航反击 他认为穆尤丁是当不成首相才来抱怨 他指出新内阁是在元首预准后才宣布的 因此穆尤丁应该尊重王室的选择 而不是一再抨击王室的决定 同时阿穆扎西也促请穆尤丁向行动党看齐 学习牺牲党和个人利益 并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 他强调如今的新政府不是西盟政府 而是有几个政党联盟和小党组成的团结政府 因此希望穆尤丁不要再刁难新内阁 至于安华兼任财政部长这件事 阿穆扎西则回应 安华之前担任财政部长时表现优异 不但让大马的财政预算出现盈余 还得到了金融杂志的认可 获选成为国际上最佳财长 而他也反击 穆尤丁在担任首相期间 没有妥善治理国家 所领导的内阁甚至被封为 是失败政府 因此没有资格批评安华 好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下节日报 中国多地放松防疫措施 非必要不做核酸 北京拆除部分检测站惹民怨 欢迎回来 安华在公布他的内阁阵容之后 各方对于这份名单的评价 褒贬不一 除了巫统主席阿穆扎西 被委任为副首相 引起争议之外 首相安华兼任财长 也引起一些人士的批评和不满 甚至有评论认为 安华的新内阁阵容 就如同他的任相之路一样 挑战重重 澳洲塔斯玛尼亚大学 亚洲研究所所长詹运豪 在接受八点最肉报访问时提到 安华的新内阁必须专注处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经济复苏 那么第二呢 就要尽快压制国内日益严重的 种族宗教仇恨情绪 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两件事 那么这个新政府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 而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安华的政府面对内忧外欢 那么在外是必须确保国盟 不再以种族宗教作为攻击西盟和政府的利器 而对内呢 也必须确保巫统 不会半途退出联合政府 那至于安华兼任财长的争议 有评论就认为 安华可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选择兼任财长 因为在联合政府里 似乎各政党都互相在争夺这个职位 因此为了停止纷争 安华才决定自己兼任财长 不过詹运豪却认为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让首相的权力过大 也可能会重蹈那级兼任财长时的负责 因此安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交出财政部长的职位 詹运豪认为 安华兼任财长会影响民众 对这个内阁的信心 而除了个别部长的委任之外 安华的新内阁还会面对什么挑战呢 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新政府除了必须在上任后的 一到两年内交出政绩之外 也必须同时面对外游和内患 安华政权的延续有两个大流产 一个就是国门会不会做一个 副指认的在野党 专业的与政府竞争 还是走回过去西门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古统和新东党的老路 就是用族群宗教 强力攻击政府 第二 巫统会不会半路退出 黄敬发认为 除了必须顾及国盟会不会用族群宗教路线 来攻击政府的这个外游之位 安华同时也要面对 组成政府的国阵巫统 会不会半路退出 让西蒙倒台 而他认为 要让巫统继续和西蒙 并肩作战的关键在于 要让巫统看清楚 他要抢回来的师弟 对手其实是国盟 黄敬发指出 只要巫统不退出 新政府就不会面对倒台的危机 而詹韵豪则认为 新内阁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是 如何改善我国经济 及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族群宗教撕裂 但韵豪指出 在大选前 社交媒体已经出现了 大量具有煽动性 并且容易挑起 族群仇恨情绪的贴文和影片 而这样的族群撕裂 在选后更是越来越严重 因此他认为 对新政府来说 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期的新冠疫情 虽然有升温迹象 昨天也新增三万多宗确诊病例 但是一些地区 像是广州 北京和重庆等等 都陆续放松了管控 包括喊出 非必要不做核酸的主张 同时陆续撤除检测站 而部分原本关闭的大型商场 现在也逐渐恢复营业了 那另外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上个星期四 跟其他欧盟高级官员 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随后 路透社就引述欧盟官员的消息指 习近平在会面当中 将中国近期多座城市 爆发抗疫活动 归咎于年轻人 对过去几年来的新冠疫情 感到沮丧 不过习近平也表示 现在中国的主要病毒 是致命性较低的Omicron 他的这番话就被看作是 中国官方正在为 接下来放宽管控 铺平了道路 而这几天 在北京放松了多个防疫措施后 当地民众也逐渐回到 以往的生活作息 中国北京放松了 疫情防控措施后 路上开始涌现车流量 人潮往来的商场 也逐渐活络起来 虽然不再需要展示核酸检测 但民众各个都戴着口罩 在门口扫描健康码 才进入商场 其他的公共空间 像是公共交通和图书馆 如今也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但各方还是坚守 基本的防疫措施 随着中国不再强制民众 进入公共空间之前 展示核酸阴性证明 部分核酸检测站也已经陆续拆除 但也衍生一些问题 有民众表示 由于工作需要和部分地区 依然要查验核酸证明 导致室内仅存的少数检测站 大排长龙 民众在寒冷的天气下 排队超过一个小时 有的甚至排到检测时间结束 都还没有成功检测 引起民众不满 欢迎回来 自从西蒙跟国阵在中央的团结政府中合作后 原本代表国阵上阵极大巴东色海国席的国大党候选人西华拉兹 昨天也遵循国阵指示宣布退选 让路给西蒙公正党的候选人莫哈莫索菲 直接对战国盟候选人 那西蒙和国阵昨晚开会谈合作之后 西华拉兹答应从今天起帮公正党候选人重选败票 为最后三天的竞选期做最后冲刺 希望可以说服国阵的票员 全力支持西蒙的候选人 确保国盟不会羽翁得利 而在1119大选中几乎扫完击打所有国系的国盟 击打大臣兼击打国盟主席沙努西 前天晚上在巴东四海为自家候选人站台助选时抨击 有些选民在网络上抱怨宣泄 他们投了票之后却没有拿到应得的津贴 让沙努西觉得很愤怒 甚至觉得愚蠢和尴尬 他说西蒙的支持者都愿意花几万令吉 从美国澳洲等地飞回来投票 而且投完票之后都没有跟西蒙要过一分钱 但却有选民在网络上抱怨 投票之后应该要拿到50到200令吉的车油津贴 让沙努西愤怒地说 难怪国盟的胜利会被夺走 因为我们的人太斤斤计较了 击打大臣沙努西前晚在演讲中激动地批评那些 在网上拍影片要求投票之后 政党应该要给车油津贴的选民 他叫这些人看看 人家西蒙的支持者从来不要求回报 因为他们知道让西蒙拿到政权的重要性 那说到这里沙努西又火力全开 拍桌大骂那些跟政党要津贴的人非常愚蠢 难道没有看到周政权都要给别人拿走了吗 国盟吉他主席沙努西这番火力全开的演讲 原本是想要唤醒国盟的支持者 劝他们不要再要求投票津贴了 但却意外成了敌对阵营的把柄 数码通讯部长法米在推特上面发表影片表示 沙努西在演讲中发表的投票回报论 明显涉及了兼钱政治是非常危险的 而他也认为沙努西是在以其他的字眼 来合法化汇选这件事 因此法米就促进警方和选委会 要对沙努西展开调查 好我们换个看点 近年来人员欧兰湖弹是亚洲唯一的大型原类 除了我国东马内陆一带 有将近九成的人员栖息地 其实是位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苏曼达 然而近年来由于人员和繁殖的速度缓慢 再加上面临森林大火猎人捕猎等等的威胁 印尼的人员数量已经锐减八成 被列为濒临绝种的动物 为了保护人员 印尼有一个叫做婆罗州人员生存基金会的动保团体 近年来发起了人员保育行动 专门收养受伤的人员 并且把他们带回森林保护区照顾 直到康复之后才将他们放回业外 那这个团体呢 自从2012年创意以来 已经是在印尼创建了379个放生点 目前已经放生了至少500只人员 先拿食物引诱 再用麻醉针将人员泥晕 接着把人员放进笼子里 等待被放生回到森林里 印尼人员保护团体已经成立了10年 该团体负责人表示 这些年他们已经拯救了500只人员 并且都成功将他们重新放生野外 放生人员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收医们必须先确保人员的健康状态良好 接着几个人合力把他搬进笼子里 然后再乘船 把人员载到内陆森林去放生 整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金钱和精力 从开始照顾到放生野外 过程需要花上至少8年的时间 目前还有400只人员还在照料中 动物保护团体承诺将会尽力把他们照顾好 早日将人员放生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近年来中国和美国在经济 外交军事科技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 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 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 但美国方面却不这么认为 时不时就会在国际场合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昨天在一场国防的论坛上就说到 美国跟中国正处在竞争的转折点上 美国需要加强军事力量来确保21世纪的全球秩序 依旧是按照美国价值观来塑造 而不是北京价值观 他形容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图 同时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全球秩序的国家 以符合他的独裁偏好 但美国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国防部也针对中国崛起 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地位的影响 采取一连串行动 美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公布 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时就警告 中国在2035年之前可能拥有1500枚核弹头 远远高于目前估计的400枚 以及2030年的1000枚 这份报告当中还凸显 美国对于中国不断扩大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感到不安 美国国防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调整军费预算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昨天在一场国防论坛上说 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 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定调 并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此美国将提升军事实力 以确保美国价值观继续成为21世纪的全球准则 另外针对俄乌战争 奥斯丁也提到 美国在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 会避免直接卷进这场由俄罗斯总统 普京掀起的战争 因为就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中国才是美国要专注应对的主要竞争对手 为了展现军事实力 美国前天也罕见地把最新型 也就是最高机密的核武隐形轰炸机 B-21突击者公主于世 奥斯丁特别提到 这个隐形轰炸机能装载盒子与传统武器 并且具备无人驾驶功能 是美军数十年来首款新型轰炸机 预解明年首飞 KONNICCHIWA OLA BUNJUR GOOD DAY MATE SOWADIKA 无论您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U-Mobile都让您尽性漫游 全新U-Mobile给您免费国际漫游数据 即免费接听来电 在全球63个末地地都可享有 然而在马来西亚境内 您也可享有高达1000GB 5G高速数据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 您都无懈可击 详情浏览U.com的卖